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举报后 警方迅速出动 当时盗墓贼正手持铁产进行挖掘 盗洞已经达到接近关门的位置了 幸亏警方及时赶到 才使得这座古墓免于被捣 第二天 警方通知了考古人员去现场进行保护性发掘 由于盗墓贼作案的谢家桥地区既非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也不是省级 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所以考古专家便将这次的发掘工作 藏座例行公事 他们将这座墓命名为谢家桥一号墓 并预计两天内便可结束发掘 但巨大的惊喜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出现 考古人员刚做完简单的探查 就发现墓葬的规模费一般 其保存的完整程度也超过之前的想象 于是考古专家紧急调整了发掘方案 决定增加人 熟 重新开始发掘这座古墓 为了保证发掘过程万无一失 考古队又在文物出土前 准备好了大量的海绵软电 薄膜等物品 确保文物在运输过程中不受低温和颠簸之苦 通过先前的勘查 考古专家发现这座墓的墓坑长5.7米 宽3.75米 果实的最上面有一层盖板 四周还有一层护火板 密封工作做得相当好 揭开裹板后 整个墓室的结构一目了然 墓室共分为主观室 头箱 足箱和东西边箱共无解 然而 由于这座古墓靠近鱼塘 加上荆州地区出东多阴雨天气 因此四个箱室内积满了地下水 一些丝质品漂浮在水面上 漆木器在水下也清晰可见 至于主观室是否也积满了水 还得等到打开主观室的锅板才能知道 地下水给文物的清理工作 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但正因为这些文物千百年来都浸泡在水中 因此才始终保存完好 光泽依旧 经过将近七天的清理 好 古专家从四个箱室中物清理出了193件文物 这些文物质地优良 宠类繁多 大致有漆木器 铜器 陶器 丝织品 烛器 铁器等 既有日常生活用的物品 也有礼器 车马器等桑葬专用品 四个箱室的文物清理完毕 唯一的悬念就只剩下主观室的 豪古专家根据谢家乔一号墓埋葬的深度 推断主观中 一定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千年古事 鉴于发掘现场条件不别 豪古队就将主观转移到了荆州市博物馆内 主观上覆盖着大幅的丝织品 皇帝的丝绸上 绣着褐色的缝鸟 这样覆盖在主观上的丝织品 被称为官尾 在古代 只有具有较高身份的人 在死去后才会复上官尾 由此可见墓主的身份 定然十分高贵 11月29日 谢家乔一号墓主观正式被打开 出乎大家的意料 想象中保存完好的尸体并没有出现 取而代之的却是满满一观黑色的观叶 观叶的表面还漂浮着白色的素 可和一些丝织品残片 在开启棺板的时候 考古专家就发现主观的蜜蜂十分丸 那么在蜜蜂如此严密的主观内 为何还会有蛆虫出现呢 墓主的尸体为何又会腐化不见呢 这神秘的黑色观叶究竟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种种问题困扰的考古学家 对于以上问题 原荆州市博物馆馆长藤仁生认为 虚虫的出现表明尸体在入殓之前就已经开始浮案了 至于那神秘的黑色观叶 有可能是涂上了防腐药剂的尸体腐化后 与渗入观内的地下水融合而成的 这种解释是否正确 只有等待研究人员的化验结果了 虽然谢家乔姬号墓疑点重重 但关于墓主的身份 以及墓葬的年代 豪古专家很快就弄清楚了 从出土的竹简上 豪古专家得知墓主为女性 明慧 葬于西汉高后五年 及公元前一百八十三年 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 竹简上的字迹大多已难以辨认 关于墓主的年龄 死因 以及那神秘的黑色观叶等问题 都还处于在研究当中 或许随着研究的深入 迷雾重重的谢家乔姨号墓 一定会云开日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